接着带你来看到 花莲连日的午后大雷雨 造成山区土石松落 又发生火车撞落石的事件 今天下午4点50分 一辆229次3000行自强号 在清水隧道内撞到落石 目前警司机员有骨折受伤 旅客占无受伤的情势 而列车目前停止于和人隧道内 后续将由4033次担任接驳 接回229次车上的旅客 回到从德及行程站 台铁229次3000行自强号 6月21号下午4点50分 经过从德和人间清水隧道南口 受土石流冲击影响 造成列车第二节车厢出轨 旅客虽然饱受惊吓 但也依序下车 走在泥泥的铁道上 大家相互扶持 现在目前大家的情况是 已经都多数已经撤离下来 就是火车的往后的走的方向 那基本上往后走的方向 现在大家会经过一些泥泥 那会到前方有一个地方 有一台区间快车在做接驳 火车就是在这个山洞里面 那刚刚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是坐在第三节车厢 那目前第一节跟第二节车厢 是撞击到落石的 那就是才往山洞里面的方向移动 那目前在第三节车厢以后的 铁轨跟车子是没有出轨的状态 那只是说就是那时候撞击的力道蛮大的 那声音非常的大声 那时候瞬间车子的状况就是开始刹车跟停止 那瞬间就就是也断电的状态 然后也没有空调的状况 那后续就是整个医护人员就往第一节跟第二节车厢移动 那过没多久就是机组人员就有请我们开始往 先确认大家有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的状况一下就开始往车下移动 开始就是走走这一个就是出这个山坡 出这个山洞然后就开始走走来这个地方 然后有所谓的接驳的区间块来做接驳 这起意外造成司机员首部骨折六名旅客轻伤 那目前我们后织的讯息 总共有六位乘客跟一位司机员受伤 那司机员是因为遭到我们落石 就是他撞到之后弹进来驾驶室造成他的手骨折 没有生命的危险 那我们救护车已经在新城车站待命 等到接触到患者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送医 那目前我们的规划是 司机员比较严重的三次送到 门诺医院 送到持继医院 另外三名乘客会送到门诺医院 另外三个会送到国花医院 其他这位的伤者大概伤势是怎么办 我们目前了解是 他是因为可能在车上没有做好一些防护准备 然后可能司机刹车的时候去跌伤撞伤 那个伤势据了解目前是不严重 受损列车暂时停放在现场 车上525位旅客由台铁公司派遣40334区间车 接驳回到崇德站和新城站 而在现场状况没有排除之前 和人到崇德间是以东正线单向双向行车 因此21号晚间多数列车都有延误的情形 大华里新闻综合报道